关于摆摊 相信屏幕跟前的你们 跟我一样又有很多疑问 比如摆摊可以养家吗 卖什么去赚钱 或者摆摊会不会觉得没面子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困扰着我们 接下来就是要解开这个鱼团的里程 这里是县城最大的一个广场啊 其实这广场是被关闭了 你可以看到我后面 广场上面黑漆漆的一片 但这依然阻挡不了 大家都喜欢跑这里来玩的热情啊 OK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县城里面 最热闹的一个广场 这个广场上面摆摊也特别多 因为这边人流比较集中嘛 所以我就带大家稍稍转一下 看看这个夜市摊点上面 都有些什么东西在售卖啊 像之前呢都是卖的吃的 现在呢有些许卖衣服的 还有人在直播唱歌 反正目前这个广场上面 你可以看到最多最多的摊贩 还主要就是吃的喝的最多 其他的并没有多少啊 生意最好最好的是一个叫 三喜杂货部的网红店铺 主要是卖杂串 OK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三喜杂货铺 据说是由幼儿园老师 还有一个什么五孝 这些个女生 开出来了一个网红杂货铺 它在这条街道上是非常有趣的存在 因为它的店面最大 生意最好 所以呢 这也引起了我比较大的兴趣 因为他们设了一个直播 时不时的会说一些个营销的话 讲一些故事来吸引客流 因为我做视频也是讲故事 也是做内容 这就是我对他们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吧 我们去摆摊卖蚊子水好不好 你的蚊子水属于山路产品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去了你根本就 你根本就帮不上忙 就只会拍你的视频 我自己看孩子要摆摊那么多人 你拼我吧好吧 现在带着孩子 你说那马路边那么多人 你看孩子吗 我看我帮他绑到我裤腰带上面 那你总不能让他拴在那里 你到了你就让他一个人站在那里吧 虽然摆摊对于我们一家人 还有一些困难需要克服 目前的经济环境比较差 要获得额外的收入 除了摆摊之外 能不能找到其他方法来赚钱补贴家用呢 比如做电商 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 给出你的留言和见解 OK 以上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